好啦,未來又和大家玩玩玩具這個環節 未來其實都很多玩具都會基本上打後 都是以這種模式不介紹盒的,為什麼呢? 因為未來搬屋之前,即是由國內搬去國外 即是由香港搬去美國那時就帶了很多玩具過來 但基本上都是這樣的包裝帶過來的 大概這樣吧 以一個不專業的飽玩問來跟大家分享 究竟這些玩具造成怎樣呢? 我想介紹今期的角色就是SHF出的 這隻覺醒版悟空 有些人會說未來你沒有開箱給大家看 會不會是流野來的 其實BANDAI流野和正版都是有分別的 就是這裏 大家可以看到這隻腳這個位 會有BChina加 我這個是1點,是再版了兩次或三次之後的版本來的 本體稍後跟大家分享 看看配件方面 我是在床底的雜物櫃裡 找出配件出來拍這個影片 我先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手型方面 就有這一隊標準的龜波喜功手 看到大家 這一隊標準的龜波喜功手 接著還有一隊就是這樣的張開手型 接著就還有 這個就類似是這樣的 我先看看 一隻就 二、四、六 八隻手型 再加兩個面雕 好奇怪的一件事 未來之前 在美國亞馬遜都買過一次 中伏過一次 就是買了一隻國產的 他打著BANDAI旗號 這隻我後來 中伏那個時期買那隻 為什麼會中伏呢 因為它是未再版的 所以是很貴的 在美國差不多是賣到兩塊水美金 大概1500港幣左右 那麼 未來 都咬咬牙 是差不多 百三元 不知一百元 入了手 那麼 就中了伏 是國產祖國版 即是那些什麼 天朝版 簡單地說 那麼 後來 未來在一次機緣口 回香港探親的時候 就在信火買了這隻 那麼 價錢是三百元港幣 那麼個人覺得是OK的 而且 也都是目前我玩過這麼多隻 SHF裡面 無論質感 手感 甚至是可動性 和樣子 都是覺得最帥仔的 首先來看看可動性 手的可動性 覺醒版 顧名思義就是爛衫版 那就是 他這個造型是出自於 和阿菲利打那時候 在南美星第一次變身成為超級殺野人 的時候的造型 也都是由1.0素體 進化成為2.0素體的第一隻 試水 甚至是試帽的作品 那就是腳的可動 那就是腳的可動 這邊一樣 那他呢 這隻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這個位 以前的SHF是上面這裡轉的 它不是 它就是這個位 即是這塊肉這個位 肉色這個位 大家看看 這個位置轉 我覺得很特色的 那未來這隻 開頭玩的時候 都有點縱伏 但不算很嚴重的 就是這裏 不知道大家看到 還有些膠水積的 就是 開盒的時候 這裏我以為是 實到 即是黏死了 然後被我硬扭 硬扭 用熱水 浸了差不多一天 然後這裏 將它 融開 就有少少痴漆 但是我個人都覺得 OK 那這裏也不知道 是不是我浸了一天 熱水的關係 那些 橙色好像有少少 掉了色 即是淡了一點 還是心理作用 我不知道 但是這裏呢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喜歡龍珠的話 是值得收的 這裏 現在有沒有炒價 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了解市場行程 很久很久了 而且我現在也不喜歡 玩日系 我現在都是玩 這裏是 美系的 Maro Land 你看看頭雕 頭雕 頭雕就是 以還原孫悟空覺醒 超級殺野的人 第一階段 好像是超一的時候的造型 那這裏的 那裏的 乳頭 也有造出來 但當然是模式的 而這裏我覺得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整個造型的 爛身爛細 這一點是很特色的 那頭的可動呢 就 零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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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會鬆到哪裏 未來買這裏 都應該有兩三年 印象中 都玩起來都不會太鬆 因為未來這裏 經常都有玩的 那 個人提外 要提醒一件事 就要小心這個 腳的位 腳的這顆 即是鐵軸呢 未來試過以前買那隻 神秘不犯的時候 一開盒就已經是斷了 它是怎樣斷呢 就是 這個膠位 裂開了 然後 一扭 整個脫了出來 這個會有這種質量的問題 但也是很少見 我前後買過差不多 幾多隻 六十幾隻龍珠 SHF 六十幾幾 差不多七十隻 接近 就是由1.0第一隻 買到現在 這樣 它都沒有什麼 這種質量的問題 若摸是六十到七十隻 我沒有怎麼數過 反正就是由1.0的超異 買到現在最新最新的 前幾隻 那隻叫什麼 大元 比達 新出的那幾隻 我還未入手 也都 操作一下 我已經沒有了人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可能換色的作品太多 看看 腰 腰靈是沒有問題的 前後動到 噢 好像斷了 嚇到我 它是這樣的 因為我平常很少扭這條腰 那 今天扭給大家看 就有一些 一扭就拍了出來 個人覺得都OK的 不算太嚴重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 下期再和大家玩更多玩具 拜拜